冬天冷冷的喝这个热热的 然后补补元气 哇 这颜色好漂亮 哇 真好喝 真的是很棒 嗨 大家好 最近天气好冷 都想喝一些温暖的 让自己比较有力气的东西 我常常出去上课的时候 我也会带一个保温瓶 里面就放几片西洋参 一点红枣之类的 然后我就可以慢慢的喝 我就会觉得好像补了一点元气 平常如果有人多的时候 我也会在工作室煮一大壶 觉得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这个养生汤里面主要就是西洋参 其他你可以配一些你喜欢的中药材 比如说红枣啦 枸杞啦 然后因为西洋参它属于偏凉 所以你要放两片姜片 然后再放点甘草 有点微甜 这样它就非常好喝了 这也就算是我的保养的饮料 切片的西洋参 这个是600-800cc的水 然后我们就把西洋参放进来 干炒 红枣呢我们要用剪刀把它剪一下 要不然它的味道会出不来 然后再把枸杞放进来 要记得放姜片 然后我们开火煮15分钟 汤煮好了煮了20分钟 你也可以煮长一点时间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倒出来喝 或是放在保温瓶里面保温 哇这颜色好漂亮 嗯 有枣香 那喝喝看 哇真好喝 有点甜还有点点姜味 但是不辣 然后有那个香参的味道 但是也不会很苦 所以你这个搭配组合真的很完美 很好喝 真的完美 冬天冷冷的喝这个热热的 然后补补元气 真的是很棒 那我这个养生汤里面 为什么会放西洋参呢 因为西洋参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材 一般人都可以喝 然后也可以时常喝 让我们有点元气 像冬天天气冷 我们常常喝都没有问题的 只有感冒发烧还有有癌症的 怀孕的人不能喝 西洋参就是用来保肺 顾胃 然后补元气的 在本草钢木的重新版 西洋参苦寒为甘 补肺降火 生精益 除凡倦 所以在本草钢木里面 就是补肺 消除你的烦恼哦 像我就是把它当成 我的保健食品来喝 补一补自己的元气 西洋参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有几点很重要的地方 重点是 你的产地一定要选 对 这是加拿大所生产的 因为这边的环境 还有它的空气 水 还有它的土壤 是沙子的 还有它们的技术 非常的纯熟 所以它的品质 就会特别的好 在挑选的时候 也要选择漂亮的 就像挑水果一样 你看起来很漂亮 很完整 那就是比较好的 我们挑选 还是选4年以上 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效果比较好 像我在买西洋参的时候 我会买切片的 这样回去比较好使用 如果是西洋参粉的话 它就是直接吃啊 或是放在甜点里面做甜点的 这就是我的养生汤了 就推荐给大家啰 希望大家冬天喝了它 满满的元气 谢谢大家 拜拜 祝大家健康